这个季节做出来的牢糟也非常不错 不仅出酒利好 而且做出来的味道也格外的香甜 不找猫也不发酸 咱们先提前将一斤糯米泡上 泡至糯米能够用手轻松搓碎就可以了 倒掉水之后再清洗清洗 倒在笼屉上 不平准后再扎几个小眼 盖上盖子 水盖上汽之后再蒸半个小时 装好的糯米不要太烂 像这样子就刚好 将它倒在无水无油的盆子中 放一旁彻底晾凉 两颗甜酒起加100毫升两白开 搅拌化开 米饭凉透之后再倒入250毫升的凉白开 轻轻搅拌均匀 搅至像这样水被米饭完全吸收 松散的状态就好了 最后倒入酒气水 继续搅拌均匀 压平整在中间搓一个小洞 可以随时观察出酒率 先盖上一层保鲜膜再盖上盖子 现在的气温有20多度 咱们放在室温发酵48小时以上 发酵好后走过来 闻着的特别香 牢骚味特别容易 做好的牢骚 做冰粉冰汤也是 放一点特别好吃 吃不完的装在 无水无油的密封罐中 放冰箱冷藏保存 吃上几个月都没问题 自己做的还无添加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